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我们这期节目呢是邀请不同专业领域的名人进行采访 深入的探讨跟华人息息相关的法律资讯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是一位超级专业的 具有最高资历认证的美国法庭翻译三流 那多年来呢他为众多的律师美国法庭以及各个行业的商业人士 提供了卓越的翻译股 除了在法律领域之外呢 他的翻译公司还曾经为明星导演还有顶级医生提供过口译的服务 那欢迎你三流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谢谢理想律师 嗯好那进入主题之前呢 我先来八卦一下我们这个三流翻译 那我听说全加州仅有16位的一个考试 就是作为其中的华人之一 您是一位这样的一个其中的议员能够跟我们说一下这是什么样怎么的一回事吗 这个其实是在2006年的时候当加州的judicial council是司法委员会 他们决定说要给一个翻译议员考试之后 那我是第16名成为加州认证的口译议员的翻译 那是在2006年的时候我是比较早拿到这个执照的人之一 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辉煌的过去 哇真的是很厉害 那现在可能是不是不止16个 现在有更多的翻译也有这个执照的吗 对现在大概有超过50名了 整个加州的话北加州会比南加州稍微少一点 那还是很少 那在加州这种人口大洲 那真的是千里挑一的一个 有这样专业执照的一个翻译了 那好那我相信今天在今天的节目中呢 Samuel翻译呢能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用的信息 好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 我们其实谈的是关于绿卡的一个面谈须知 那今天呢我也会请Samuel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具体的实战经验 那一般来说呢就是其实在绿卡面谈来说呢 一般是在营职的这个面谈 一般来说是这个申请的最后一步了 但是呢这一步要是把握的不好 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那如果是就是涉及到一些比较敏感的东西 特别是像现在可能大家都知道 绿卡面谈呢很多时候可能都不需要谈了 很多案件没有问题的观众朋友 可能就是直接提交申请之后 过了几天这个案件批准就收到绿卡了 但是呢对于一些案件有复杂程度的这样的一些案子的话呢 比如说曾经有过这个被逮捕的记录或者移民欺诈 或者其他的违规的话呢 可能这一个面谈就免不了 那么既然之前有过这种问题 那要好好处理个这个面谈呢 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如果没有处理好呢 可能会发更多的问题 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您就是Samuel翻译 能够能够我们探讨一下 一个专业的翻译在移民面谈中 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觉得一个专业的翻译 他就马上会知道移民官他问的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而且能够很快的跟移民官建立一种默契 就是知道说移民官他想要什么 他其实也有上司 必须要经过上司的批准才能够通过这个案子 所以就知道说移民官他问的这个问题的目标是什么 那怎么样子能够很准确的翻译给当事人 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而且移民官的话他也是不希望说这个整个时间拖很久 他是希望就是说这个案子处理完之后 他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案子在手上 他也希望就是速战速决 所以如何能够净准的回答移民官的问题 实际上是跟这个案子通过或是不通过有一定的关系的 没错我觉得说得很好 那Samuel刚刚有谈到就是要听懂这个移民官到底是在问什么 我想这个听懂呢其实可能并不仅仅是从英文能力方面来说 因为我们有很多客户呢他会告诉我说 我在公司工作都是全英文的 那我平常跟同事跟老板沟通都没有问题 那我在这个面谈中一定会需要翻译吗 那在这个这一点上Samuel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如果要是当事人或者说申请人 他的英文好的一定程度就是说 不需要去翻译成中文 就能够直接来去回复移民官所说的话的话 我觉得这种情况他们就可以考虑说 是不是可以不需要翻译 但是如果说还需要把移民官的话 要翻译成中文才能够明白的话 就是说在自己虽然有这种一个大脑一个转换的过程的话 那我觉得还是需要翻译的 另外就是说请翻译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给一个自己缓冲的时间 就等于是听移民官所问的问题两次 英文的也听懂了 然后翻译就澄清一下 这样子就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去思考 怎么样去准确地回复移民官的这个请求 或者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优势 没错在这一点上其实我是非常同意的 那我之前我客户呢 他去利卡面谈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 他去面谈的时候可能会被移民官 就是专注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可能会以审问的方式来问他 那我其实就是有建议这位客户就是你还是要带一位翻译 其实这个翻译它有一部分很大的作用呢 并不是说真的是你听不懂这个移民官的问题 或者你没有办法用英语来描述这一点 而是说他给你一个就是思考的空间 那大家可能都知道 比如说真的要去利卡面谈的时候呢 紧张是难以避免的 特别是如果说你的案件是有一些复杂的问题的地方的人呢 就是有时候很容易就是手忙脚乱在这个回答的过程中 自己忘记了忘记了说一些东西 或者说拿来描述这个问题的这个语言可能不是那么的准确 反而呢就是导致在后期的审理中就是造成一些误会 那这个误会一旦造成的话 想要改过来就是很很难的哈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你的案件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呢你英文能力确实非常的好 这个翻译呢就是可能也是不是必须的 但是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呢 可能可以先跟自己的律师探讨一下 这个专业翻译是不是有必要 好那探讨翻译的这个重要性呢 那我们下来接下来说一下这个面谈之中的一些实战的经验和技巧 那我相信也是观众非常关心的这样一个话题 那日韩面谈呢其实就是如果你去网上去搜索啊 可能就有很多那种就是比如说什么分享啊 或者就是个人经历啊 甚至就是律师写的一些建议 那么大家可能就是对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都很了解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谈谈一谈就是不那么基础的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日韩面谈中呢 就是如果是经常去参加客户的面谈的人 不管是律师还是翻译都知道就是 其实有些地方客户他往往容易忽略一些误区 那如果就是能够就是在之前就能够得到一个指导 或者就是一个提醒的话 他可能够避免很多的问题 那 Samuel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觉得在律法面谈中这个申请人往往会忽视哪些地方呢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听一听律师的这个建议 这是最主要的 因为在移民局他决定说这个申请人他要面试的时候 他都知道说要问什么问题 移民官的话他都有一个针对点 那这个往往律师都是会给予非常好的建议的 所以申请人来讲的话要跟着律师的这个指点 来去准备充分这个他移民官所需要的文件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在面试的过程之中 申请人他必须就是最好能够能够就是简洁的 并且是直接的回答移民官的问题 因为移民官刚才我所讲的说他累积好多好多的案子 他也不希望就是说你跟他讲这个绕来绕很多的班子 或者讲些没用的话 那些都是比如说他们国内有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说 咋这种感情牌 那很多美国的移民官他们是 他们虽然说很同情你 他们也没有办法那么去在这个决定这个案子的结果的时候 来去考虑这个因素的 因为他决定这个案子的时候就那么几条 只要是达到了他那个要求 他就给你通过 这样子他也好向他的上次来去汇报 那但是如果要是我们还用于这个国内的常观这个思维 就是说比如说这种 就是说自己多困难啊 这些都是好像不是移民官所考虑的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就是有针对的 他问什么就答什么就好了 直接的回答简洁的回答 如果他要需要说要有更多的 要澄清的地方他会让你来去仔细的去解释一下 那那个时候再去详尽的再去 回复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应律师的建议这是最主要的 然后就直接回答营官的问题 没错啊 上面说的每一点都非常的在点啊 那这边呢 其实我觉得客户比较容易忽视的问题 一个是就是过于集中注意要去被面谈的这些文件 比如说这个婚姻绿卡的面谈呢 他可能就准备了很多关于这个婚姻相关的证据 比如说两个人的故事等等 但是呢 他有时候容易忽视的是他之前提交过的移民申请 那其实呢就是在绿卡面谈过程中 移民官他不仅有权问你目前的这个申请 他也有权利去问你之前的申请 来了解就是批准你的案件会不会有任何原因要拒绝你 那大家都知道 在485的这个表格后面有很多这个 yes or no的问题 这个其实就是我有时候就是客户问我说 我可不可以不用翻译呢 我就会推荐他们说 要不然先去看一下这些yes or no的问题 如果你每个问题都告诉我 你都听得懂没有 不认识单词的话 我觉得你的视频可能已经没问题了 那其实呢就是 其实这个yes or no的问题呢 实际上就是 如果你有一个yes的话 比如说你曾经有过犯罪记录 或者你曾经是共产党员 那么这些都可能成为你被拒绝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当然就是大家可以去详细的看一下这个表格 就是这上面有多少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我觉得三平说的这个很很对 就是不要不要说没有无关的话 这也是印象我们跟客户说的 如果说这个移民官他问你一个是 是还是不是的问题 移民官首先他想要听的答案是是还是不是 然后才是你的解释 如果你上来说一堆废话 移民官都不知道你的这个到底是是还是不是的问题呢 有时候可能往往的会引起他的一个 就是这个态度上的一个改变 或者就是认为你是有东西要隐藏 那给移民官留一个好印象呢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如果他对你印象好 那你的案件批准的这个速度啊 或者就是这个批准的容易程度啊 可能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哈 好那接下来呢 刚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面谈的一些程序上的问题 那刚刚这个Samuel多次提到 其实移民官他也是想要快点把自己的工作做完哈 我觉得这点说的没错 但是呢 有时候呢 我们真的去面谈的话 就是具体这个时间要等多久 真的很难说 那Samuel您就是经历过的这个绿卡面是最长和最短的分别是多久时间呢 最长的话是两个小时 最短的话半个小时就结束了 那其实 对 最长的话实际上他那个申请人就没有直接的回答问题 而且准备并不是很充分 所以移民官他要查很多的他那边的资料 还有一些档案 所以就耽误了一些时间 那最短的话就有律师在场 然后就有这个很顺利就拿到这个批准的这个结果 好 先电话讲一下 然后您继续说 对 所以的话 我就觉得就是说 还是看准备的有多好 如果要是按照律师的建议来去做的话 往往都会很快的就能够顺利的通过移民官的这个面试 那往往就是说我那个两个小时的时候 他是属于自己申请没有律师的情况下 那准备的资料并不是很充分 所以就耽误了一些时间 导致文明的时间是两个小时 最后还要补充一些材料才能够决定 其实让移民官来决定一个结果 那看来您经历的面谈不算是特别长吧 因为我可能我没有经历过那么长 但是我有听客户说过 曾经有一对客户呢 他们去移民局瑞卡面谈 整整两个人共谈六个小时才出来 所以说当然这是很极端的情况呢 但是最快的话呢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周五的瑞卡面谈 这个移民官看这个文件之后 就问这个先生说 你觉得你的妻子 你跟你的妻子是真爱吗 然后他们两个人都点头说是 然后移民官就说 那恭喜你们这个案件批了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跟周五 这个移民官直接要下班 可能有点关系 当然这个案件可能也是 就是从一开始就准备的比较好 没有什么需要过多的去质疑的地方 那Samuel您觉得就是影响时间长短之外 除了就是说 就是比如说他是律师来准备 或者客人自己准备 那影响这个时间长短的因素 一般有哪一些呢 我觉得取决移民官 他当时的心情和你这个案子 和这个案子 他符合不符合移民官的评判标准 那其实他们有自己的一些这种 心理的一些要求啊 还有一些硬性的要求 如果都能够满足 他就会很快就那么通过 那如果要是满足不了 或者他觉得说 你这个婚姻存在着虚假的嫌疑的话 那可能就会问很多的问题 那其实我所经历的就是说 问问题最多的属于 并不是第一次婚姻 而是第二第三次 或者第四次婚姻的时候 然后准备的资料 算是比较齐全 但移民官还要问一下说 你前面为什么离婚 然后因为什么原因 那离婚证明是什么样子的 那然后问男方 问女方都分开来去问 那这种情况来讲 你会耽误一些时间 我觉得还是取决移民官 还有这个案子 两方面的因素都有 确实很有道理 因为这个有时候 就是我们跟客人说的 你的这个案件呢 就是我们可以尽最大的努力 但是呢到最后 就是给你做决定的人 是这个移民官 所以呢这个对于移民官 在移民官前面是呢 移民官本人是谁 然后您留下来印象怎么样 其实真的是至关重要的 那说到了这个问题 那我想对于观众朋友们来说 他如果真的是申请绿卡的话呢 他可能就见移民官一次 那多的话呢 也是可能比如说两三次 但是对于律师跟翻译来说 那我们真的是经常 继续见这个移民官 那下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移民官 他们一般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客户他有没有什么 可以做的地方 能够赢得移民官的好感呢 移民官其实都是普通人 都像我们这样子的 就是也有家人 也有孩子 然后都是在政府里面工作 因为政府工作就等于 是跟公务员是差不多的 所以他是要应付差事 那应付差事的话 他要根据他的一些 条条框框或者规则 来去进行一些审批 那他们也是希望说 能够多跟家人来去团聚 或者能够把手上的工作 能够尽快地能够结束 所以他们其实也并不是说 马上就是说 对于你有一个什么偏见 什么样子 他们只是说 希望能够把手上的工作 尽快地做完 那我觉得就是说 最主要就是说换位思考 那如果你是移民官的话 你希望说申请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怎么样子来去回答 他的问题 那如果要站到这种 移民官的角度的思考的话 你会知道说 他希望申请人 是一个诚实的人 不撒谎的人 然后呢 问什么答什么 而且就直接地回答 因为如果要是 比如说问 你是不是以前 曾经非法入境过美国啊 如果你要说 很久以前 你是说 或者说就迂回的 或者绕来绕去来就回答的话 你能够问 或者美国的习俗 他们美国人的想法就是说 那你是肯定有什么样隐藏的 没有在讲实话 因为如果要是讲实话呢 肯定是说 有或者没有 如果要是有 非法入境美国的这种经历的话 他就问说 你是什么情况 然后就会让你来去解释一下 那这样子 他们如果能够得到 一个直接的答案的话 就会对你的这个诚实性 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印象和认知 这样子能够 可能会对这样子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可能这是一个 文化和习惯方面的问题 嗯 没错 我觉得Samuel真的是 说得非常好 那我也同意 就是移民官最喜欢的人呢 就是能够帮助他们 快速完成自己 要做的这个工作的人 但是呢 当然就是说 客户其实没有办法 知道自己 就是一定要做什么 或者不做什么 能够就是帮助这个移民官 完成自己的工作 那但是这个呢 是负责你按键的律师 能够给你一些指导的地方 那首先呢 我从移民局来说呢 移民局他本身 他处理这个业务 然后加上这个公务 公务员的性质 其实他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注重 多元化的 真的就是你去面谈的话呢 就是今天来教你的 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呢 这些移民官呢 大部分的情况下 他们都是经过专业的训练的 那有时候我觉得客户可能 有时候可能不注意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客户可能在美国待久了 习惯了觉得 哎 我说中文这个对方肯定不懂 那我在这边私下的 跟我的配偶说几句话 或者跟我的律师问一句 翻译说一句 可能这个翻译 这个移民官他反正不懂 其实呢 大家就是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误区 我们曾经见过就是 你可能普通的人觉得 不可能会说中文的人 他其实能够听懂中文 特别是就是 移民官这个工作干得久 就是每天都有翻译啊 然后有这个客户在自己面前的时候 听得多了 他也多多少少 就是知道了一些词语 所以说 一旦在移民局到这里 我们经常会提醒客户的 就是说话呢 就是要谨言盛行哈 不要觉得自己说中文 别人就听不懂 然后就是随口来说 可能给自己造成更大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移民局 就是面谈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跟客户说 其实呢就是 我觉得中文有句 一个很好的词 就是不卑不亢啊 这个是你的最好的一个态度 你应该是有礼貌的 去对待移民官 但是呢也不需要 过度的紧张 或者就觉得就是说 这个移民官 一旦是对你有什么 不满意的地方 甚至会拒绝你 移民官呢 就像Samuel所说的 他要是按规章去办事 他不能仅凭个人的喜好 就对你的案件 做出一个不一样的裁定 那说到这里呢 我想Samuel 作为一个专业的翻译 经常跟移民官打交道 可能也听过 就是有些客人说 哎 某某某移民官 他是一个杀手 然后问问题都问得很难 问得很久 然后呢也经常不给客人通过 那您觉得这个杀手 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真的是存在的吗 我觉得其实在我翻译的经验来讲的话 好像并不是很多 或者说我至少我没有见过 那我觉得可能移民官 会多问一些问题的原因 就是申请人他没有如实 在填写表格的时候 填写自己真实的信息 那我觉得这种情况的话 移民官会多问几句 但我觉得杀手来讲不太存在 因为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还真的没有感觉到 任何的移民官有任何的歧视 至少我是没有感觉到 我觉得也不应该会发生的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大多数客户去面谈之前 特别是就是他选择没有 日式陪同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说这个 就像Samuel所说的 大部分的这个移民官呢 他都是有着专业的素养 经过培训的 他评判案件呢 正常来说不是应该是 不根据个人的好物和个人的意见 而是应该照张办事 但是呢就是可能比如说 几千个移民官中间 可能真有一个他就是 就是没有那么专业 或者在对待这个案件呢 他有一个一个就是 错误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时候呢 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因为如果你真的觉得 比如说你在这个移民官的面前 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当然我们觉得这个 这种出现这种情形的 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但是呢不能说是零 那如果真的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时候呢 其实你在移民局的这一个 移民局的面谈呢 你随时有权利 比如说要求终止 然后要求跟移民官的上司 去反映这个问题 当然我不是建议 就是你有任何的不满意 也就是你就去反映这个问题 真的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真的是 已经到了一个 就是侵犯你的隐私 或者对于你个人做一个 就是比如说比较侮辱性的评价 就是真的是不专业的情况下呢 你是有这个权利的 就不要觉得就是说 在移民局你就没有任何的选择 那当然如果说你是有专业的律师 去陪同你的话呢 那么你的律师应该是作为 这个角色来帮你做这个事情 好了 那说到这个不同的移民官呢 这里呢 我也想说说不同的移民局 那大家都知道 美国这么多州 然后每个 不是当然不是每个州 可能都有像加州这么多移民局的办公室 但是呢 基本上是遍布美国 各地都有自己的这个 这个移民官 那比如说我们常说的 在民主党主打的州 和在就是 共和党主打的州 或者这个州比较 轻移民或者反移民呢 那它都还是有移民局的 那Samuel你觉得在不同的州 那我知道你 你经常就是去不同的地方 帮客人就是翻译他们的面谈 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你有什么感受呢 就不同州的移民官 它真的就那么的不一样吗 其实我的感觉说 不同州的移民官 他们也都是照章办事的 他们也没有特别的强调 自己的个人情感 或者个人的一些理念 那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 还是律师在之前 准备这些文件的 缜密的程度来讲 我觉得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那移民官的个人这个角色 他的自己的理念和自己的一些认知 实际上对这个案子的影响 非常非常的小 因为他毕竟他上面还有上司 上司也是照章办事的 那他有些时候 你看移民官他有拿这些案子 或者这些文件 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那就让他们上司来去盖章批准的 所以的话并不是他一个人决定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不要想象就是说 在国内因为是人质的一个社会 在美国来讲是一个法制的社会 他都是有一定的规则办事 都是依法依着 这些移民法来去 批准或者不批准某个案件的 所以个人或者民主党或者共产党的州 或者这些我觉得影响都不是很大的 嗯 这里呢我可能跟Samuel有点不同 有点不一样的看法 我个人觉得就是 其实你去不同地方的移民局 这个风气还是差的比较多的 当然我不是说就是你在如果在民主党这边呢 你就比较好批 共和党就比较难批 而是说 呃不同的移民局呢 他的一个当地的文化或者氛围可能不一样 那移民官他办事的是不是 呃就是办事的这个就是呃程序啊 或者就是说他们受到的训练呢 也不太一样 那我个人的感觉呢 就是比如说比较偏远的地区 或者移民比较少的地方呢 这个移民官他往往处理的案件 类比不是特别的多 然后他经手的就是呃 这种案件的复杂程度 可能一般来说不是很复杂 那所以呢 如果说你的案件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案件 比如说涉及到 比如说像三美刚刚提到的多次的婚姻啊 然后像我提到的 比如说你有什么欺诈啊 或者有这个犯罪记录啊 那这个移民官在审理你的案件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觉得特别的棘手 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那处理起来的话呢 就是呃 当然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律师 在这个方面的话啊 可以做到呃 一个很大的帮助啊 那当然就是对客户自己来说呢 就是还是像三美刚才说的 如果你的案子是否要求的 不管是在哪一个办公室 你都应该得到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如果你没有得到的话 当然就是呃 法律程序总是会有一个后置的程序 比如说你可以上诉 你可以要求复议 那这些就呃 我们就是另一期节目在谈了 但是呢就是 就像我非常同意三美所说的就是 美国呢是一个法治社会 如果真的是有一个呃 很不正当很不正确 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呢 往往我们都还是有其他的机会 能够改变这个结果 所以说不要因为就是呃 去面谈就碰到一个不好的移民官 或者说就是拿到了一个不好的决定 就婚姻上气啊 总是可能还会再有机会 我经常跟客户说就是呃 我们处理的案件中呢 有一些我觉得没有任何希望的案件 他最后也批准了啊 所以说即使是我跟你说 你案件希望不大 如果这是你唯一的这个方式的话呢 你还是应该试一试 那说到了不同地区的移民官呢 也说到了呃就是就是 不同的移民官个人 那三美觉得就是如果说呃 客户他去面谈的时候 你一般会推荐客户就是 着装上有什么特别的呃 要注意点的地方吗 不正常我觉得就稍微的办正式就可以了 不要太休闲 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就特别的正式 呃我感觉因为移民官他们穿着打扮 有的时候也都是相对来讲比较休闲的 所以呃我觉得没有特别的特别的这种这种要求 呃但是我我觉得相反就是说 还是这个文件的准备以及自己的谈吐 呃或者通过翻译的这种跟移民官建立的 这种默契或者有的时候闲聊 律师和移民官之间的闲聊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比如说看移民官的一个兴趣爱好啊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建立一些个人的连结 我觉得这些来讲比自己的穿着更加重要一些 嗯没错哈 其实呢就是确实是这样子 就是一般来说呢 我们会跟客户说 如果你是上法庭的话呢 就是尽量的可能就是穿的稍微更正式一些 但是在移民学的话呢 就像平常你上班的这些穿着就可以了 不用特别的去紧张 就像刚刚我们多次提到的 最重要的还是你的申请的本质 你准备的怎么样 你的案件准备的怎么样 那外界的这些东西呢 可能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一些主观性的影响 但是最终能够就是决定你的结果的话呢 还是你的案件怎么样 好那说到这边了呢 那Sambl我想经常就是陪客户去面谈 那有时候可能是有翻译 就是只是有翻译陪同 那有时候有些客户是既有翻译陪同 又有律师陪同哈 那这边呢 我其实有个客户经常问的问题 就是因为像比如说我 或者我办公室的其他律师 他们很多事也是会说中文的 那客户就会说 诶 律师会中文啊 那你不可以又给我翻译做律师吗 这样子我就只需要请一个人陪我过去了 那我们就是要再跟客户解释 为什么不行 所以就是Sambl作为一个专业的翻译 你能不能够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就是在陪同客户面谈过程中 有哪一些的事物是需要律师来做 而有哪一些的事物只能翻译来做的呢 其实就涉及到任何的法律方面的诠释 或者比如说像一些移民申请人的一些这个案件 它里面是某些这个条件是符合某些法规 像这些解释的话都是应该由律师去做的 那翻译来讲的话 只是翻译当事人或者说申请人跟移民官之间的沟通的 那申请人和律师之间的沟通来讲的话 有的时候移民官也要知道说 这个就是说 它实际上那个是没有必要去翻译的 因为这个有这个律师和客户之间的这种保密特权 但是移民官来讲 它是不允许说律师来去为申请人来去做翻译的 因为他们这个划清界限是非常严格的 这也是法律的一个要求 所以有的时候就为什么说除了这个律师在场的话 还需要有一个翻译在场 这样子便利申请人与移民官来进行沟通 那其实我觉得律师在场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根据移民法规的某些要点 来去跟移民官来去解释 这个案子是否应该是让移民官来去考虑去通过 那其实像这点来讲的话 因为前面已经讲到说 很多的时候移民官都是依法办案 或者说依照这个移民法来去决定说这个案子是否被通过 那这个这个时候律师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了 因为它可以根据某些这种元素或者要点来去解释说这个案子 对这个申请人来讲它实际上应该有移民官来去通过 因为符合移民法规的某点某点某点 那这些来讲的话移民官听了之后 他会马上呢会表示认同 然后就会很顺利的就会批准这个案子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比较棘手的案子 或者说在模棱两可 或者在这个可通过和不通过的这个案子 这个边界上的这些案子来讲的话 有律师在场会能够让移民官顺利的决定说 把这个案子进行这个批准 没错啊 其实呢就是移民局的规定呢 当然就是你律师你今天可以不做律师 你可以做翻译 但是翻译呢不能反过来去做律师 那是实际上呢 我觉得这个规定的背后呢 最主要就是说 就是翻译的这个角色它是一个中立的 它不可以去帮客户解释 只能去翻译客户他所说的话 那他因为因为移民官最本质上 是想要跟申请人沟通 了解他的案件 了解他的个人的背景来决定这个案件 是不是能够批给他 那从律师的这个角色来说呢 移民官会觉得 你这个律师你肯定是帮着客户的 那我让你来做翻译的话呢 其实就是可能就是在这个 就是案件上这个公正度 你是不是就是公正的一个翻译 我就很难知道了 可能大家就是 一般来说啊 就是在面谈的时候 移民官不跟你说 你的这个面谈其实是有被录音的 实际上经过最近的我们的一些观察 我们发现 比如说这个客户 他有这个就是 案件有特殊问题的情况下 其实移民官是有录像的 那所以说就是你当场说了什么 然后呢 真的是很重要 你也不能期待翻译 说翻译你帮帮我 你帮我翻译成这个 就是有利于我的就是顺着我的来说 那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移民局是不是 其实还背得有一份文件 就是你所说的话都在这个记录里面 那当然呢就是我也同意 就是三表刚刚的说法 如果说你的案件真的是 比如说有些问题 比如说有可能会被拒的话呢 那有一个律师的在场是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说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程序性上面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人客人他曾经经历过在移民法庭 曾经就是有过递解令等等 那去解释这个法律程序呢 因为翻译他没有办法主动帮你解释 你要自己能够解释这个问题 他才能帮你翻译 所以说除非是你自己就是已经准备好这一套说辞的时候呢 就是律师的陪同意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说的最后呢 还是希望大家这个预讨面谈都顺利 那在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前呢 我想让Samuel再给大家总结几句 那对于一个就是可能马上就要去参加这个面试的人 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 就是总结性的能够提供给他的呢 我的建议就是说找对律师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的律师他非常有经验在这个方面 而且知道说一定法规 他的一些要点和元素是什么 他会充分的准备 因为我曾经就是 我也是公开的讲说 我为理想律师事务所翻译过不少的这些文件 那我可以看到说他们的这个解释 就是说你们那些解释都是非常非常的详尽的 突然照移民法规的这些元素和要点 来去提供一些佐证或者说提供一些证据 所以我觉得我看了之后 如果我是移民官的话 我二话不说我就批准了 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做的工作特别的好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就是能够为很多的这些移民提供 这样的非常好的这种服务 我从心里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你们的这个 就是说做的这些工作 是非常非常的高标准 而且是能够让很多的疑难的案子 在移民官看了之后 都能够毫不犹豫的去进行通过的 这个决定 就是做出通过的这个决定的这些解释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选择律师事务所 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其实翻译来讲的话 这个角色还是比较辅助的 就是能够帮助沟通 能够精准的了解到移民官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最主要的 还是要找个律师事务所 那我实际上内心来讲的话 就觉得理想 The Green Act 你们来这里做的工作是非常非常棒 我是衷心的 没有任何的这种利益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从平行来讲 因为我接触 法庭翻译是接触律师最多的 这个人 然而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来去看 所以看的来讲的话 是凭良心讲 可以能够对一些律师的好坏 有一个比较 比较 算是 算是一个比较 比较好的这么一个评判吧 非常感谢您的认可 我觉得这个欣赏是互通的嘛 那在我们为客户办案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一直是会以高标准要求自己 那我们同时其实也以高标准去要求我们的翻译 那我们合作的翻译呢 特别是上Samuel呢 也都是在这个行业内已经是真的是顶尖的级别 那对今天在这个节目之后呢 我们也会把就是Samuel的这个联系方式 还有我们的联系方式都在节目下方 那大家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那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喜欢的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关注我们 我们是每个周的 第一周和第二周的早上三点的 早上的十点到十点半之间 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律师事务所的 这些一些事项就是需要调整 比如说我们要上法庭或者去移民局 那天可能不行 可能时间会有调后 但是呢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关注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节目中 能跟大家提供更多有论的信息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你Samuel 谢谢各位 谢谢Subina 谢谢Subina